对吧 他是不直接报学校名字的 我很少有听说过有这种的 是吧 你想想美国特布什前十所大学 哪一所学校 他不能直接报学校名字呢 难道不是那几所学校 互相谁都瞧不起吗 然后你说过特布什 那文章就有点大了 那文章就多了去了 谁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 而且抛开别的不谈 就算US News的那个前十 哪个学校是精于擅长 教授马克思主义的 首先 首先说到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事情怎么说呢 见证的理论 不见证的一些理论 你别侮辱西马 美国人那点 美国大学的那点东西 连西马的边都摸不着 一个都不配 就是怎么讲 一个都不配 杜克可能勉强配一点 对吧 除了杜克 杜克可能勉强配一点 完了呢 剩下的呢 你在芝加哥大学读马克思主义 你不觉得好笑吗 杜克因为后线带和文学批判理论 他可能还配一点 或者我们不这么讲 逻辑性 你给哥们笑抽了 托布什 马克思 北美托布什 哪个是马克思 除非你把杜克排进去 杜克是托布什 杜克那个马克思相对来讲很靠谱一点 那你是杜克大学的你为什么不敢直接说呢 任何杜克是任何代表或者潜在代表 代表一类受众的 抛出的结论必然有其目的性 与其目的性 对吧 在政治问题上不存在所谓的中立子媒体 就不存在这种东西 目的性 对吧 这个目的可以是 可以是挣钱 可以是上台唱戏 可以是考政学联动 都可以 对吧 不为一的 那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他有百万粉 他又涉及到政治 他想干什么呢 百万粉作为百万潜在受众和百万的 和一百 将近一百万人的 对吧 这种表面上的政治资源 他能想 他想干什么呢 他能干什么呢 即便在他过去没有红的时间 他没有想 他现在到了这个层次上 他也会想 那么问题来了 不管你出于哪个目的 对吧 先说结论 我们讲完结论 再讲论证过程 不管你出于哪个目的 最终归宿大概率都是反见证 对吧 我们先说一条结论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最终的归宿大概率都是倾向于反见证的 对吧 假设一 我们在这个论题稍微利用一点逻辑来论语 假设一 如果以最大国情为考量 我们假设建制派 以最大国情和根本国情为考量 对吧 我觉得本直播间的这个水平在主播读了这么多多次书 应该不需要强调什么是最大国情和根本国情 应该不需要强调这个东西吧 就我们本次论述过程中的所谓的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判断标准是以这为而言 你是否承认最大国情 承认你就是不承认就不是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可能有些粗暴 但是我们就先这么用着 本直播间的那谋水平 不需要主播重复一遍什么是中国现在的最大国情和根本国情 我们就继续 假设并 好 假设并 假设并 我们以假设命名的这些东西都是主播不给论证过程 以服务也 对吧 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呢 以服务业占GDP总比例和成真化率为两个界限 为两个上下界限 以这两个 以这两个数字之间 对吧 取之间 我们以 在这个区间估算 小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 假设并 由于小资产阶级有狂人性存在 不管他表白在表现为 六千投降还是左心机会 盲动 对吧 反见证 必然也必然 好 关于假设没有什么问题吧 反正有问题 我也不讲 我们就当是这么一回事 具体论证逻辑我们就 那么有这三条假设我们能推出一个推论 推论 反见之派在 反见之派在人口数量上 那么第一条推论 没有什么问题吧 卧槽 弹幕呢 我这就被 我这直播间就没了 应该不至于吧 对吧 那么第一条推论 由以上三条假设得出第一条推论 这个逻辑是顺畅的吧 以这样一个维度为单一划分 对吧 以成不承认最大国权和根本国权 为考量的单一划分 估算这样的人 估算这两个 以这两个界限 估算小资产阶级 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对吧 又因为小资产阶级 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存在 之前我们列宁的书里面 讲过这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管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表现为投降还是盲动 不管是投降还是盲动 在今天 他的表现就是反见之 对吧 不管是你是投降 不管他是投降想法 还是盲动的想法 他对建制现在都是不满的 推论B 推论B 非娱乐性目的 那么由于有推论A 我们也很自然的能得出推论B 非娱乐性目的的见证字媒体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这个目的可以是挣钱 可以是上台唱戏 可以是搞正学联动 由于有推论A的存在 他会他会在实际上 更迎合反建制派的实际需求 那么继续 好 那么有这两条推论以后 我们接下来讨论某些问题 其实就就相对来讲 是比较容易的 有的人可能还在用 左右单一维多划分 跟这个跟左右一点关系没有 来画 来画 这个跟左右一点关系没有 关系没有 没有 对 为什么这么讲 如果也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有的可能还用左右的传统维有的划分 这个跟左右的关系没有 而且有些人深深是左 他也未必是左 未必是左 为什么这么讲 那我们来继续 假设地 假设地 政治话语权 政治话语权 政治权利的构建 对吧 那么假设地 政治话语权的比重体现在什么呢 体现在这个人群掌握和控制资料的多管 这一条我们也不做论证 那么有的推论B 推论C 推论C 今天中国建制派 今天东大的建制派构成 我们姑且把这些人称为民族资产阶级 好吧 对吧 那么今天的东大的建制派构成就是光龙和民族资产阶级 你得承认这三个阶级目前是具有政治话语权的 而且有这样一套制度来确保 确保他们有 如果你仔细去看全国人大代表和各省市人大代表的那个数量比例的话 工龙的比例绝对是要比实际人口比例要高的 绝对比绝对比那个比例要高 要高的特别是公认 那么产生推论D 对吧 那么有 那么有什么呢 有假设B 有推论C和假设B 两条也很自然能得出下面一条结论 对吧 所谓的推论D 这个推论D是什么意思呢 在其他国家 有着天然反建制的局限 不可能 对吧 在其他国家 有着天然反建制倾向的一部分 所谓的你可以把它称为民族资产阶级 也可以把它直接干脆说是买办 他不可能从利益角度考量出发来支持所谓的反建制派 那么就产生了 对吧 不可能从利益角度考虑出发 实现所谓的反建制派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推论E 有推论D可以指的 有推论D可指 非娱乐性目的的非 自媒体 自媒体 其根本目的 其根本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建政自美 非娱乐性目的的建政自媒体的内涵存在的一个根本矛盾 就是你干这行你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可能实现 对吧 那么这是一条模特 就是你干这个行 就是他干这个活 这个目的就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通过自媒体的话语权来换取政治权利 这个路已经被堵死了 我们昨天讲为什么微博的影响粒子主义消退 其实一部分包括了这个结论 尽管所有人都声称自己不是这个目的 我们做视频是为了分享知识 对吧 带领大家共同进步 我们要承认错误 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的不好 他会念一堆这样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会藏这个 他们会把这种东西 矛盾的极端表现 表现演示为 试人就要犯错误 我们也有错误 也有错误对吧 要承认 要承认错误 要允许容许我们批评 他们会这么讲 是不是 要容许我们批评 那么首先 首先我们不谈谁跟你我们这个问题 真的是我们吗 真的是我们吗 对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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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一这种 推论一这条矛盾 能推出什么结论来的 结论来的 对吧 我们先假设这些没有认识 先假设能做非娱乐性 见证自媒体的人 他没有智力上和认知上的障碍 没有生理上的缺陷 生理因素导致的 智力上和情感上的障碍 认知障碍 尽管尼路大作那个事情 我宁愿承认他有认真账 对吧 如果假设他没有的话 那感觉挺精确的 对吧 你已经找不出一种合理的因素 来解释 解释装甲尼路 究竟是为什么变成了那个样的 认真账 那么 只要他干这行 他就得一 只要他干这行 他就迟早会 不仅物质上的变现受限 权力上的变现也是受限 也是受限 对吧 很正常 只要你干这个行 你干多了 你就会意识到没人聊你 你说你一百万粉 没几个人聊你 你接把谁 对吧 权力上的物质上的变现是受限的 权力上的变现也是受限的 又很自然谈了一个推论 他必然会在一个问题上很急 对吧 人要吃饭 又又知啊 又已知人要吃饭 人是要吃饭 他得找个行当 对吧 暂且 暂且作为物质上的来语 那么好了 我们再有点假设 假设议 假设议 由于 由于他是非娱乐性质的见证自媒体 自媒体 这个要求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上在自媒体运营上 运营上 那么嗯那么有假设议我们可以得出推论f 推论f他没有经历 去关注 对吧 那个吃饭的行当 他没有经历去关注他那个吃饭的行当的实际政策变化 那么推论 对对吧 推论g 由于推论f他会变成在这个行当实际上的保守派 什么都不要变 保守 就是 那么想一想我们得到了这一条结论以后 有谁急了呢 有谁最近很急呢 对吧 什么都不要变 一变了他就要急 有谁最近在某些事情上他很急呢 是不是 想一想 我们就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这么一条结论来了 你觉得这种破防 你就这种破防几乎每个人都要有 对吧 这不是这不是一个什么谁破防的问题 你干这行当他就要破防 所有事情都在变 想一想 想一想谁会急呢 反正我不急 对不对 反正我不急 所以说了 见证这个东西是很蠢的 对了 擦这个输入法 对吧 是不是 比如说 比如说 为了满足 受众的 一般智力水平 智力水平 如何解释复杂问题 解释政治生活中面临的复杂问题 常见的见证结论有如下几个类似 有如下几个类似 海量专家精细计算 海量专家精细计算 精细计算 就差吧 对吧 那大数据计划 海专精算 就差把欧加斯是真的跟你写上去了 自从上领权线整了这么个玩意以后 这玩意就跟有些人的爹一样 好像自从发明了什么超级计算机 经济活动就是可以用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和有个模型完全完全模拟掉的 我的天哪 政治内在就是混沌的 内在是混沌的 你也感到混沌很正常 因为 正常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 政治家也是盲目蛮干的 想想是不是 第二种理论 政治内在是混沌的 你感到困惑很正常 因为这个政治家呢 他也是盲目蛮干的 C 这话前后有关系吗 对吧 政治家盲目蛮干的 盲目蛮干的 对吧 他也在困惑自己干什么 干什么 对吧 那所以 所以就会很复杂 所以政治是复杂的 因为人的脑子是复杂的 所以政治是复杂的 我不对这种观点做出评价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人有 对是有点不可知论 那个味道 C啊 政治之所以是复杂的 是因为过去政策执行的是错误的 水晶不行 对吧 对吧 你们想办法把我弄上去 我让你弄上去 我让政治风气 换人一心 是因为他们水平不行 你们想办法把我弄上去 我保证这个海燕核心 政治风气 换人一心 这种人还是进牛棚吃牛排去的 那比如说 比如说 对 就是大旗论 草台班子论 我行我上 见证就是这几轮啊 比如说 比如说前几天外资 那个事 常见结论 常见理论 常常见 表述之一 哎 怎么投降呢 早点听我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王孟元 王孟元天天是这样 因为他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王孟元天天在那说 哎 大陆政府应该听我的如何如何 他现在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这个措施出现了错误 不知道他还以为你是王孟元 哎 然后 第四种结论啊 政治古神话了 哎 政治古神话了 嗯 上面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这个执行的时候 但是这个执行的时候 但是执行的时候 各种因素会导致这个东西很复杂 到嘛 到嘛 对吧 结果就会和设想不太一样 那么很常见的 常见的 对吧 常见的 用来 对吧 用 要允许别人批评 批评 要有评论自由的 借口来堵 堵人嘴 评论自由的堵嘴办法的是什么人呢 自媒体 基本上都是属于谁 基本都属于谁 基本都属于谁 嗯 就像 你看啊 就像你看那个什么 学院派 就像你看那个学院派 那个什么1月26号直播 哎呀 中国的市场存在另外双重性质的曲变 这个开放已经完全向国际资本和自由市场屈服了 哎呀 你们已经离马克兹主义修正了 修正了 是不是 还有那什么 我跟你翻翻啊 翻翻我还截了图 卧槽 看翻翻他写什么呢 哎呀 哎 东大的意识形态是奇强主义的 哎呀 话语是缝合主义的 缺少一个凯恩斯式的统治阶级主体 凯恩斯式的这个 最难崩的就这个话 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谁是凯恩斯 凯恩斯式是什么 什么是凯恩斯式 谁给我讲讲这种东西 什么是凯恩斯式 然后你看看学院派这说的啥 哎呀 体制内的人更迷茫 越上层越迷茫 内部已经完全缺失的意识形态了 对吧 不知道大家要 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哎呀 社会主义已经烦了 哎 上中下都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模糊期 是 对 就是心事和人心都出了问题 就那种东西 真的他妈弱智 就你不迷茫 不是 他视频也很抽象的呀 那帕鲁那一整个视频 没操 千八百条评论 没有一条跟他指出来 这个东西是韦伯的 卧槽 我是佩服的 我是佩服的 千八百条评论 卧槽 千八百条评论 没有一条跟他指出来 什么 什么市场规律 决定 决定阶级 阶级意识 这种东西是韦伯讲的 没有一个人跟他讲出来 整天天视频里 整一大堆专有名字 他听得懂 那种东西是什么意思吗 对吧 中学生吵架第二步 中学生 就是我说的中学生 吵架第二步 靠了堆砌专有名字 唬人的时候了 凯恩斯式的 统治阶级主体 什么是凯恩斯 在论述阶级 是什么是不是的时候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 有凯恩斯是这种东西 听说的懂吗 他没卖这东西吗 真的像个 真的像个弱智 我操 真的看不下去的 你看啊 经典 我的直播视频 就是给听得懂的人看的 真的 就你这种办法 还不如定义战士 还不如定义战士 所以我们就说了 一个见证字 非娱乐性质 见证字媒体 他最后的目的 绝对是反见识 反见 为什么反见识 因为见识 为什么反见识 对吧 为什么最后会都到 反见识的水平上 对吧 为什么这些媒体 在最后都会滑落到 反见识媒体 见识不容许 现有的体制下 对吧 现有体制不容许 转邀和 就这么简单 因此所有的人 都会滑落 因此所有靠这种 靠媒体转邀和 转买卖的人 他都会反见识 对吧 因此我们后面的结论 就不打了 那我只能说 媒体的原作 活该了 对 以前你有机会 你把握不住 是不是 以前你有机会 你把握不住 现有体制不容许 你媒体上台 转邀和转买卖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想靠这种东西 转了买卖 是不是 人会有一种梦的 人会有一种梦想的 只要他有 三十五 只要他有 只要他有个 四五十万粉丝 只要 他就想 他就想 发动粉丝 办点什么事情 对吧 对吧 他 他认为 他是这四五十万人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 这个论 这个结论 甚至 结论 甚至对那些干cosplay的 都成立 他觉得他能干 他觉得他能干 他发动四五十万粉 他就要发颠 他就要冲人 他就想干点这种事情 蠢的他妈 蠢的他妈挂象的几个女人 他就会认为 他是这四五十万人的意见领袖 对吧 今天 在他过去不这么想 因为他过去没这么多粉 又这么简单 我关注不等于我同意 是的呀 对不对 但是很多 很多有四五十万粉的 他意识不到这一个点 他意识不到这一点 或者说 他可能意识到 但是他不愿意面对 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个弱智东西 哥伦比亚大学 念马克思 再有这么几个人 我要把北美留学生 谈马克思的 全部拉进黑名单了 真的 马金就是被这种人 念坏的 马 马克思就是被这么 谈不明白的人 念坏的 什么人啊 什么人也谈马克思 现在2024年 搞得跟 马主义跟纪律一样 说上就上 谁都能干 说上就上 谁都能干 换谁都行 真的就说一句 鸡巴谁呀 什么玩意儿 我操 症状 另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对吧 另一个很典型的一些人的症状 就是假装自己在B站某些视频下了架 然后发油管 发来发油管 依靠这种行为 行为 为自己 论据和逻辑都站不住脚的 额外补充装症 哎呀 你看你都被吓了 你看你都被吓了 我都发油管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我说的不对的 你自己看看多少人是这种症状 不傻逼吗 预设一个对抗性的 是的 他们在害怕什么 我怎么知道 咱说句实在话 你现在 咱直播间 说句公道话 这么多直播间里面 尺度比我大的有几个 在谈论这种问题上 尺度比我大的有几个 有几个 我不好好的吗 尺度比我大的有几个 我什么 我什么没冲过 自从单人开播之后 我什么没冲过 什么傻逼东西 就是一般卧槽 马都公子尺度 尺度比你大 主播还活着成熟 哥们难道不是因为你人少呢 真的就 额外补充论证 另一种站不住 你活着成熟 你人少 这不重要 那反正有些人 他也听不懂 另一种 对吧 还有一种搞笑论证逻辑 还有一种搞笑论证逻辑 万字解析 哎 什么 两个小时 红篇巨制 爆竿 你写的多就能证明你说的对吗 说的对吗 对吧 你写的多就能证明你说的对吗 对 新生诞天眼调查 还真实 哦 新生诞天眼调查 你说的这个是真的 天眼调查 依靠这种东西来论证字 来补充说 哎 因为我写的多 所以我说的对 他妈的 两万五千字的本科论证 屁也不是那一大把 你别说你没干过 两万五千字的本科 本科生毕业论文 屁也没说的 傻 屁也没说的傻逼玩意儿 一大把 整个学校每年固定到那几份 每年的固定到那几天 都是量产这种文章 我操心谁敢说自己没干 谁敢说自己写本科毕业论文 那都去布水 是不是 再者 再者 瞎写 逻辑清晰 论质充实 跟字数有关系吗 论质充实 我好歹查充别 我没绷住 跟字数 跟字数要求有什么关系 对吧 螺线清晰论据充实 他跟字数要求的关系在哪呢 字数要求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他又介入于这种东西来补充论真 为什么一个自媒体 自媒体 他需要堆砌专有名词 名词需要额外补充字数 你别管他真的可靠不可靠 对吧 你别管他真的可靠不可靠 他能唬住人就行 为什么一个自媒体 他需要靠这些手段来补充论真的可靠性呢 肚里没货 肚里没东西吗 对不对 只能骗骗傻猫 我猜 只能骗 很可惜 B站傻猫太多 某站用户傻猫就是 确实 活该人家有粉丝 他怎么办 完了 不就这样的吗 肚里没东西 骗骗傻猫 跟傻猫说这些 你不懂 你没看懂 是因为你没学习 怎么学习的 我不教你 怎么学习的 我不教你装起来了 那不就这样 不就这个结果吗 想学习哪家 想快买我的网课 反正你必 你必那个课往 卖课平台上卖的课 基本全是搞笑东西 对 并不是把一句白话用黑话专属 转述一遍就能自称为证据 你看了这么多列宁 对吧 或者说 哥们一起看 哥们带着 大家 大伙一起看了 这么多件列宁 列宁 列宁哪句话 是很难懂的 列宁哪句话 哪句话 是用很难懂的专业 对吧 没有 很少有列宁 吵架的 为了吵架和论战 发的那些文章 每句话你说 理解不了他就想说什么吧 是不是 说的 整一堆黑话显得很专业 能显得他对吗 这比较过分了 对吧 说人话 咱就是实际话 说人话 说人话 听懂得不难 说人话 听懂得不 不要扯什么 是不是 不要扯什么 因为这是革命导师的水平 你没有这个水平 所以你要整专业名词 你整专业名词 就说你没有水平 没有一条概念 是一个人 对吧 下意识的解释不了的 你要跟我整什么 他者 你要跟我在什么 说一个人 日常生活中 就在那他者 大他者 译化 误化住 课体分离 整这么一堆词 我觉得还是不如直接 直接拆的 各几个 要不直接拆的GPT吧 是 各几个 直接拆的GPT吧 让GPT模仿一下 模仿一下 这种人的说话风格 我觉得 这种人就活该 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掉 有什么东西 才是讲不懂的呢 术语 术语 这种东西就像压缩包 某种就像压缩包的 压缩 压缩包 压缩 压缩包 ZIP和那些什么东西的 一个论证办法 就是把一些相似的词 用一个字母来指代 对吧 术语就是这种东西 没有说 没有说你单独 没有说你不用 术语讲 讲不了的东西 讲不了的东西 对吧 把一部分 大段的内容 或者说 假设别人不懂的情况下 把这段大段的内容 先讲一遍 或者说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指代它 它就是这种东西 不是说 你不用这个词 你就表达不了 什么意思 真的他妈难崩得要命 算 反正放宝那边会存 我们就直接上 好好讲书 卧槽 是不是 所以就怎么说呢 B站选择了这些人 那你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人家运营有要求 流量有要求 而且确实能报名 那还能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还能怎么办呢 评价 评价就是什么都别看 一个我都不想看 你吭了一个小时 然后完了 没那 我还没开始看书呢 尊重 但是不祝福 谁乐意看 谁去看 好吧 反正 我相信本直播间 应该不至于说 本直播间 毕竟 第一 第二 第三 有这些要求 他不至于说 不会真有马的 不会真有这些人的信徒 那还挺恐怖的 不操 论我哥革命 列宁 快死前 或者说晚期 对吧 生命中的 相对晚期的程度 相对晚期的程度 这么一篇 这么一篇作品 就拖着病体 写的这么个玩意儿嘛 因为苏汉诺夫的 革命扎记 写了这么一堆东西嘛 然后 这个东西 列宁认为说 碰到底线了 他必须要谈一谈 对 实质上就是遗嘱 所以我们读一读 他一开头是这么说的 就交代一下 这个文章的背景 这几天 我翻译一下 苏汉诺夫的革命政经 对吧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 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 一样 引人注目的是 我国 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 他们 至于他们非常确辱 以至于其中的优秀人物 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 德国这个榜样 也要持有保留态度 对吧 保留态度 至于所有小资产 经济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 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 就更不用说 第一段我的评价 就是KPD 还是那句话 KPD又实践证明 马肚子跟德国人的关系 不是很大 我们还是把这句话 紧记心头 KPD又实践的 实践证明了 马肚子有这个水平 跟他是德国人 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看德国共产党 他又有什么水平呢 他们是干什么了呢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 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却预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中 有着决定意义的东西 即革命编制法 或者说你现在讲 唯有编制法 他们一点也不理解 马克思说 在革命时刻 要有极大的灵活性 就连马克思的这个指示 他们也完全不理解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暴露出 他们是一些确弱的改良主义者 唯恐离开资产积极一步 更怕跟资产积极绝恋 又有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的理念 是自己的确作 其实单从理论上看 也可以明显的看出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下属见解 他们到目前为止 只看过资本主义和资产及民主 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 这个革命 对吧 那么针对这些人 他们的这些观点 那么列宁要指出 俄国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一些特点 第一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什么呢 这是和第一次 帝国主义 第一站相联系的革命 这种革命 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一站 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在这种情况下 爆发过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积极 在这场战争之后 还没有能够调整好 正常的资产积极关系 而改良主义者 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 却一直认为 资产积极 正常的资产积极关系 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 而且对正常的理解 是极其狭隘 极其死板的 对吧 第二 他们是根本不相信 任何这样的看法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关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 个别发展阶段 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 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 和初次被这场战争 卷入文明之列的东方各国 即欧洲以外各国的国家 所以俄国能够表现 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 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 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 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 又会产生一些某些局部的 某些局部的新的东西 那么这些人会导致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来使得列宁 要这么骂他们的 对吧 他们的论据是这样的 俄国生产力 还没有发展到 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第二主义 第二国的英雄 一切英雄们 当然包括苏和诺夫在内 把这个论点当做口头产了 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 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 他们觉得这是 对评价我国革命 有着决定性意义的论点 对吧 那么结论就是这样的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 十倍的增强了功能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 用与西欧一切 其他一切国家 不同的方法来创造 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 那又该怎么办呢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 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 世界历史总进程的 各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 的基本相互关系 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 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 谁也说不出 这个文化水平是什么样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革命手段取得 达到这样 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 然后在工农政权 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 赶上别国人民呢 那么第二段 他其实就是 讲强调的这种东西 呃 卧槽 鼠标突然出问题了 OK 我们也是首先在 1917年10月投入的 真正正弹路 然后就看到了 像布列斯特合约 和新经济政策等等 这样发展中的细节 这无疑是细节 而现在毫无疑问 我们基本上是胜利的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 更不必说 比他们更有的社会民主党人 做梦也没有想到 不这样就根本 不能够进行革命 我们的欧洲庸人们 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 社会情况 无比复杂的国家 今后的革命 无疑会比 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对 好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 这一篇 对吧 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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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那我先喝一口水啊 呃 其实最后面还有一段 叫 对 最后一句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带有一定的 错识性 不用说 按照考斯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 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 不过 现在毕竟是丢到了 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 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 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 应该及时宣布 有这种想法的人 简直就是傻瓜 他这种东西是 呃 简单概括两条结论 对吧 这篇或者说实质上的政治遗嘱 嗯 他究竟在说什么呢 对 第一个部分 对吧 第一个部分 唯物 唯物辩证法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 后面到毛的矛盾论的时候 这个内容就更加的直白了 对吧 呃 更加的直白一点 更加的直白一点 呃 第二点 第二个部分 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 不取得这样的客观条件 就是包括像 1912年那篇 什么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我们就不去讲那篇文章了 对吧 平孙中山的 嗯 列宁评价孙中山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 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空想 同时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 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 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 结合在一起的 嗯 学理上来说 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 这是因为认为可以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 认为中国既然比较落后 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 孙中山可以说是 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理论 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 中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 中国的商业也将大规模的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及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客观条件 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搞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 嗯 确实有一种总结上的关系 因为后面提到新经济政策和 十月革命和新经 布里斯特合约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 列宁就其实已经开始对自己过往一生 所做的几个重大决策 盖棺定论了 就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上 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 同时还是要强调一点 规律你是认识的 不是能改变的 对吧 历史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不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 所以你说嘛 这种都这文章多少字 这多少两千字 东西说完了没 东西说完了呀 是有什么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在两三千字内说清楚的呢 当然对吧 总数的起来 引申出来的问题对吧 问题卡夫丁峡谷 当然卡夫丁峡谷这个具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操我怎么感觉我在做名词解释 就是能不能够跳跃资本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一 俄国可以借助农村公社 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困难 直接建设共产主义 第二 这种社会条约有条件的 首先农村村社 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破坏 其次 俄国发生社会革命推翻 作为欧洲县民的封建杀光统治 为欧洲资本主义的 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帮助 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取得政权 为俄国无产阶级 作出榜样 提供物质文化方面等等的帮助 对吧 这就是卡夫丁峡谷问题 能不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 对吧 能不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最近这个词提的比较多 就经济落后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 如何从小农 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是谁一开始提了这么一嘴东西 然后说 然后这个东西突然 突然说的人就比较多了 是不是秦刚来着 中国是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 我想一下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外交部当年 那个时候的发言稿 是是他 那就没什么问题 他是哪去了 还需要讲吗 实质上列宁对吧 对自己一生 对自己整个俄国社会革命的问题 他其实就是强调这两点 第一个辩证唯物法 第二个历史唯物主义 你说完了 说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列宁确实在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在当时确实有一部分的错误 是所谓的不够尊重的 对吧 所以他强调这一点 不够尊重历史唯物主义 对历史科幻规律的认识 一个很典型要批评的 就是战士共产主义 那么第二篇的最后一篇 说列宁还能相对读出点东西的问题 文章叫这个 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 也是一个相对处在晚期的一篇文章 就是民族列宁的民族看法 或者民族政策是怎么样的 算 感觉整段都得粉 据说他们需要 据说苏联需要一个统一机关 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 还不是来自俄国 俄罗斯这种机关 而这种机关 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篇志节里指出的 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受过来的 只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 毫无疑问 应该等到我们能够说 我们可以真正保有 保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 才再采取这种措施 现在我们一当老实说 正好相反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 那个机关 实际上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 它是资产基础和沙皇制度的大杂会 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 有盲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 我们又来自己辩护的 退出联盟自由只是一纸空文 它不能够保护俄国经营的一族人 使他们不受典型俄罗斯官养 这样争论俄罗斯主义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实际上是恶贡和暴徒的侵害 毫无疑问 在苏文和苏文化的工人里 会有很少一部分人 沉默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垃圾的大海里 就像苍蝇淹没在牛奶里一样 就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点 俄罗斯的民族政策 是根据俄罗斯有这样的民族 对吧 俄罗斯的民族政策 搞出来是因为有俄罗斯的情况 至于说俄罗斯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就不用再细讲 多少人看了多少人看了几年 俄罗都几年了 俄国人斯拉夫每天都在整些什么活 大家心里也该有点数 接下来 列宁这么讲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 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 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愤恨总是在政治上起到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 最新的吉尔任斯基同志 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 他真正的俄罗斯人的情绪 要知道 俄罗斯化的一组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情绪的方面 总是做得过火 他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 正在奥尔中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情上 得到了充分说明 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 是不能受到任何挑衅 或者侮辱辩解的 吉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 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 采取了兴率的态度 奥尔中尼启则对于刚家索的 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利 奥尔中尼启则无权发怒 尽管他和吉尔任斯基接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 相反 奥尔中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 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 尤其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 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 要知道 实质上说 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就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 而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 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理解如何理解 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包括这个问题你到现在都得想 对吧 是不是 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你在民族问题上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怎么理解 如何理解国际主义 当然他接下来还有一部分 就是民族 民族或者自治化问题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基础上 就是你对国际主义是怎么理解 那么这个时候要开始讲定义学 对吧 那么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 这也是很多人今天在吵的一点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中的一些著作中 已经指出过抽象的题 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 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的民族主义 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 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实践中 几乎都是有过错的 我们实行了无数暴力 甚至实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什么差距 只要仔细回忆一下 我在福尔加和刘裕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一族人的 把波兰人叫做波兰了 达丹人叫王爷 乌克兰人为一撮毛 格鲁基亚人和高加索一族人为蛮子 压迫民族或者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 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 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及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 以抵藏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 谁不懂得这一点 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 谁就实际上仍然持小资产级观点 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级观点上去 对吧 我们直接简单翻译一下原罪论 压迫民族有原罪 压迫民族先天待有原罪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 在苏联问题上 俄罗斯是有原罪的 对压迫民族先天待有原罪 你用今天的对吧 你用这种理论 理论 就能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为什么BIM最终能够爆发 想一想 为什么黑命贵和LGBT运动 首先是在欧美爆发的 欧美这些人在过去上 他对黑人做了什么 他对性少数群体做了什么 因此他需要现在需要做什么 对吧 结果就这个结果了 那么后面还是讲 后面其实是在批评斯大理 你把这个问题往国内套就产生一个问题 你的前提前提是什么 对吧 你的前提是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你认为谁对谁压迫 对吧 谁是受压迫的 不同人有不同样的观点 根据这样的不同样的观点 所有人都会对上述这段话 有着自己的理解 因为这个默认的前提是不一样的 无非是有些人讲 无非是有些人认为 这个原罪的成分大 那个原罪的成分大 或者说这种行为是压迫 但另一些人他不觉得是 对吧 这就会 这就会产生在民族问题上的纷争 对吧 这就会实质上导致 因为他的假设和其他形式的假设 并不完全一样 他就会开始 对一部分的民族政策 政策采取一些保留态度 我这个话说的可能有一点少 我这个话说的有一点少 对吧 像这样 不同的人 涉及到具体问题 就产生一个问题 产生一个问题 你的观点 你的看法 你谁在压迫 对吧 有没有压迫 谁在压迫谁 有 谁在压迫谁 第一有没有压迫 第二 谁在压迫谁 不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默认的 天经地义的 所有人都应该跟他一个一样想法的 然后就会吵 对吧 所以我们不评价这种问题 因为我不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想法 就他这个机关是什么呢 就俄罗斯联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去领导其他的共和国 这斯大林干的 对吧 那么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自治化的问题就是苏联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各个平等的列宁的观点 或者说列宁主张的是什么 各个平等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 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建立 溯源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 这个是针对斯大林讲的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 当时是以读书票通过的 以俄罗斯为最高联邦 对吧 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领导和管理 乌克兰白 俄罗斯 古鲁吉亚等其他共和国 这些共和国是自治区的 它是自治的 对吧 列宁的观点是你搞这种东西 它会实际上助长独立分 好我们继续 我们先把列宁再写什么讲完 嗯 等一下 我鼠标 我鼠标最近怎么老出问题 滑不动 滑不动 滑不动鼠 滑不动滑鼠 嗯 对吧 那么列宁的主任 第一应该保留和巩固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第二就外交而言 对吧 你需要保留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作为一个统一发生 统一斗争 统一对外斗争的渠道 呃 最后 列宁强调了这么一句 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 没有统一起来给我们造成 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 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 而且给整个国际 给我们 既我们之后不讲 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 几亿人民的损害 要小得多 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 在他开始觉醒的时候 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人的一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微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 感觉有点一语成诚 因为斯大林后面确实说确实说不上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斯大林后面确实说不上在这个问题上 他确实有点符合预言 真的假 真的假 有一个问题 列宁没有从根本上 对吧 就一个问题典型是什么 列宁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他优先强调的是小民族的整个民族的共同感 然后到了苏联 对吧 就你今天批评苏联的民族政策 第一你要你要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 苏联这个政策 他实际上是对沙皇沙皇的那套政策的交往过阵 很多问题是在交往过阵中产生的 沙皇过去是个什么政策 对吧 因此他要为了扭转这个东西把它扭过来 交往为了过阵以后 这个过阵的结果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个结果 然后又然后又被蒙打方向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明白这个问题吧 就苏联的政策 苏联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在蒙打方向盘 这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在90年代 对吧 俄罗斯联邦和波波三小就率先开始 率先开始对 率先开始对这个民族政策开炮了 就是问题就在于直接集体思维 说的更清晰一点就是蒙打方向盘 因为沙皇过去的大俄罗斯沙皇主义到了列宁 为了这个原罪论 对吧 开始蒙打方向盘 打到另一个程度上 而且这个东西后面是有遗存的 到了斯大林 为了解决这个内部民族情绪的 情绪的速决 特别是掺杂在 掺杂了央帝矛盾 央帝矛盾和自治区之间 非自治和非自治民族之间矛盾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问题就会一股脑变得更加复杂 然后斯大林又把这个方向盘打回去 就是某些人特别喜欢的交往过阵 苏联就是交往过阵 又交往过阵回去的这种结果 蒙打三把方向盘 然后把自己打 然后苏联的民族政策 现在就直接说 因为这种三把方向盘 直接打成失败了 好 那么有的弹幕问了 你应该是什么态度呢 百度 至于说你应该是一样的什么态度 百度搜搜五个认同 名字问 百度搜搜五个认同 五个认同 是不是 没有 现在就可以搜一下 五个认同是什么 他是在什么会议上提出的 想一想 然后想一想 为什么要提认同这五个东西 为什么要提中华民族共同体议 是首先提到是这五个认同 他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对吧 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什么时候 提这五个认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每个认同都有每个认同的目的 这五个认同分别目的是什么 现在 现在就搜一下 对吧 我们一直到我们一直到九点二十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看还能聊点什么 然后列宁的整个的几乎所有文章 就你找不出什么其他的一篇文章 能够更明显的说 列宁有些新东西在这些文章里 没了 列宁就整个就基本上堵完了 我们放首歌吧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人了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人了 对吧 我们就先放一首歌 我们看看 我想要研究一下放什么 点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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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上述三个结论中 你很快又能把自己套进去其中一个了 我在国际新闻上属于消极态度 因为就是没什么讲的 中美关系在新冷战状态下 它一年它能变成什么样的 什么都变不出了 它能整什么火 那你还那你还那你还讲什么 我说的是那些见证网友 见证就不存在见证派 你还是没懂我在说什么 见证你扯到见证上就不存在见证派 见证派是不需要见证的 高等这一点 想一想 见证派为什么需要见证 它不需要借助于一个互联网平台 它就有很好的政治渠道和发誓能力表达 它为什么要见证呢 就是那句话 正常人谁嫌到那么多事上网个人吵架 嫌的没事见证的 就嫌的没事见证的就一主人 同意基本国情 赞成基本国情 维护基本国情的事情 这些人的事情是很多的 他没有这个事情上网在发电 这不是主播吗 跟主播有什么关系 跟主播我有什么关系 主播什么时候觉得垃圾时间会结束 你整点那种什么雷万兄弟破产那种活 垃圾时间就结束了 对吧 找一个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标志着经济危机 全面爆发的 找这种活 找这种时间点 你现在就在两个自称建制派的群里 反建制派有的时候 他也自己称自己是建制派 哎呀 有些问题 哎呀 对吧 迟早是要破 有些人他自己这么声称 他迟早是要破防的 有的是他急的时候 有可能发生在太平安西岸吗 这不大伙都在这不大伙都在等他等美联储降息吗 离群聊远一点 哎离群聊远一点 即考工也不等于建制派 说实话还是那个标准建制 建制非建制的标准是什么呢 掌不掌握生产资料 对吧 在今天就是这样的 国企工人是地道的掌握的 人家有人家也不管这个东西 你不掌握生产资料你就很难当建制 很难当建制派 就是这话说的很难听 但是很难 很难整 很难有什么办法 我操我现在好好卡 什么情况 OK活了 卡 网络突然卡 就怎么评价这种人 主要评价办法就是 他是什么很重要吗 他说什么很重要吗 没有什么影响 你要意识到这一点 对吧 可能刚才卡的有些人没听到 很多人现在声称他自己是什么爱国的 是建制派的主要原因是 他认为自己会因为有这种态度 或者说区分于其他那些什么 反建制的不爱国的人的态度 最终会得到一定的奖赏 当他最终意识到自己得不到这样的奖赏的时候 他就会破防 还是那句话 你爱不爱国重要吗 很重要吗 不重要 绝大部分人的这种态度实际上都不重要 是不是 你爱是什么 是什么 结果就这个结果 你声称自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吗 对吧 就这种结果 就是这种结果 要意识到 怎么说呢 要意识到 世界上没了谁 没了谁都一样赚 这种道理 对吧 但是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 你太爱国了 给你发新鞋课 呃 操他妈有点乐 这个 这个活是真有点乐 你这算不算历史虚无主义呢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来就你 对 挑个转式子 就你来讲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你来解 你来用你的话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就你 对吧 我允许你私信 对吧 你干干什么东西 你用你的话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你对这个名词是怎么理解的 是不是 什么是虚无主义 来 你先是 你来 你俩人先把这个东西给我讲清楚 先来嘛 对吧 中二老师整活的开端就是和人解释这个 操 操 操 你这句话给我干沉默 是不是 那个谁 那谁出列 对吧 证人主义出列 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以及你为什么会认为这种言论是历史虚无主义 说话 对不对 你看你这 这 下一步也有 完全否定这个算不算历史虚无主义呢 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你先解释一下你的标准 我再者 我完全否定什么呢 对不对 你不能光说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然后你再 你再说一下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你说一下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然后你说我完全否定否定什么了 是不是 你不能光说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你先把什么 你先把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词按照你的理解解释一下 你不能光说我是 你的理解是什么理解的 说话吧 我操人呢 这就跑了吗 下一步 苏拉玛丽请的托儿效果这么好 对对 好 或者我再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我强调说单个人对单个意志对整体性 单个人单个意志 单个人单个个体的意志 我也不用把百度结果打出来吧 你自己 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呢 对不对 你不是说百度什么结果 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 我在这 我在这讲了半天 一个人要意识到单个的单个的意志 对于历史的合力 总体而言是没有什么具体影响的 你告诉我说我这是历史 你告诉我说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你是不是要把恩德斯那套历史合力论 你也打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名头 我否定什么吗 对吧 我在否定什么吗 单个人认为单个 单个人认为单个意志主义 我刚刚是不是说单个主义 我建议你自己回头听 好吧 主播说了半天了 一个人爱拜国这个事情很重要吗 对吧 说的不是这种东西吗 是不是 然后大帽子一扣历史虚无主义 咱就别的不说 你明白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强调自己因为爱国 所以应该得到奖赏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对吧 因为个人意志 单个的干个意志 意志本身就是不重要的 因为对历史合力 不会有任何具体的影响 好现在 这个问题抛开不谈 我来探探你 你明白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是不是 你在运用这个词来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明白这个玩意吗 不说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有什么表现 从一个根本上体现 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虚无主义 这个东西 它的体现是在哪 是不是 这个问题体现在哪 来 你说话 你竟然谈到历史虚无主义这个问题 来谈一下 你如何评价阿尔都赛 来说话 是不是 如何评价阿尔都赛的历史无主体 历史是无法主体过的主体的过程 以及你认为这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是为什么 如果不是为什么 来 考验你是否真正理解这个词的时候到了 人不会跑了吧 见证第一要我开帽子工程 是不是 正好你出到这个事情 我就 我来考考你 如何评价阿尔都赛的历史是无主 历史是无法主体的过程 这种 你认为这种 你认为主体的过程 你认为这种历史无主体的思想是否是一种历史虚无 如果是为什么 如果不是为什么 对吧 那汴京没有这个本事 你就不要谈历史虚无主体 你就不要说这种思想是历史虚无主体 没活不要硬证 你的头为什么是尖尖的 少看阿洛 是不是 少看阿洛 算一种简单的认知 对吧 简单的认知就是没有认知 简单的认知实际上就是没有认知 你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词 知道这种东西不好 没了 没了 对吧 至于你说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为什么这种东西它叫做虚无主义 你没有 你没有这种想法 你只是觉得这个东西顺手 你就这么拿来用 是吧 好 既然个人爱国 为什么不会被奖励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回去翻什么是自在和自为 对吧 自发与自觉的 自发与自觉的关系 自在和自为的关系 是不是 喊狗不懂 建议看看黑狗 或者你百度搜一下 什么是自在关系 什么是自在 什么是自为 什么是自在自为 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要说你要从自在转向为自为 又转向为自在自为 是不是不就是这玩意义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就是这种东西吗 为什么不被奖赏 它就不应该有什么奖赏 现在高中政治教科书也没有这东西了 操 教科书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操 这这有点有点过分 我操 不行 感觉不太行 我寻思着那词说的挺多的呀 教育引导 教育引导广大师生 从感性到理性 从自在到自为 激发爱国爱党 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不是动不动 每天都是这种话吗 我这话听着头皮都有点疼 我寻思我对教育部有印象的时候 他就这句话 从感性到理性 从自在到自为 是不是 你现在能把这种问题搬出来 不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没听过吗 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变金 呃 你不变金 你只能被别人带着跑 你自己对金不清楚 你只能被变金的带着跑 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当然你可以 嘴一句 哎 说 哎 说别人变金不如我挣钱 对吧 但是到时候 到到 但是然后到时候又被杨和平骗 对吧 那不听不就好了吗 有的人你是拦不住他要听的 对吧 他能用问这种问题 就就说明他拦不住 他是要听的 是不是 这这已经不是变金的问题了 这已经是三观的问题了 这已经是世界观 历史观人生 世界世界观 历史观 价值观的问题了 学某些佛教徒 佛经没你熟悉 就是说你有执掌 哈哈哈哈 操我没绷住 我没绷住 我没绷住这个 我没 这句话 我真没绷住 你这句话 我真没绷住 真没绷得住 很多人的问题在于说 很多人的问题只在 对 最后会带回到比谁前程的逻辑 很多人对这种东西的见证的问题 他的批判在于不是他 他的批判不是在于他意识到了 见证上有什么错误 或者说见证上这个不好 或者是那个不好 他对见证的批判在于他自己不会 是不是 他对见证的批判 他对这套东西的所有批判 他对其他人的批判 在于他自己没 自己辨不清楚 他只能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来保住自己的 精神上的纯洁的处理地 还是那句话 多读书免得被知识分子带着跑 对吧 是不是 你不读书 你说为了 你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变经 你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变经 我不变经 所以我就不用读书了 对吧 那你到时候就只能 只能被知识分子骗 就是这个结果呀 明皇皇的历史和立论的内容 能被扣一点 能被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卧槽 这是我没想到的一部分 这是我完全全没有设想过的情况 学习波攻的经验就好了 我怎么又该引上了 我怎么又该引上了 我又是原罪了 是吧 最怕吵也吵不过 打也打不过 这下君子六亿了 对吧 略通一些拳脚 问题就在于这儿了 读书的问题不是在于说 书是干什么干什么的 对吧 你能 那只能说 只能说他省劲 是不是 按理来说 你想 想总是要能想 想明白些东西 建议学功课用物理武装自己 功课感觉武装不了这个东西 你要武装自己 你国际得进军队 功课还是不太 是不是 变成红脖子 就还是 先知是需要武装的 那句话是马基亚维利说的吗 那句话是马基亚维利说的吗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武装的先知都成功了 而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是他说的吗 我感觉我这个历史 西欧历史水平也开始不过弯起来了 对拥有武装先知都胜利了 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感觉这个水平 感觉这个脑子水平已经乱套了 我看君主论山什么时候看的 我翻看 感觉那个书买得很早的 初三买的 马基亚维利全集 带一个书 那个时候270多块钱一本 感觉高级都不得了 出去跟人装逼 大扑头往这一念 别人都能闭嘴 初三的时候买了这么一本东西 初三绷不住 见这小鬼了 属于谁 那哥们贴发8013年 贴发8013年 那你说我是什么 11岁开始我就在混贴发 对吧 对啊 全集是的呀 带师哥带李维什的 现在应该还放着 我不想翻书架了 我想听你在贴发的黑历史 我在贴发天天地狱黑 天天黑哪 天天地狱黑山西 我在贴发干的活就是这 天天地狱黑 天天地狱黑山西 那没了呀 剩下的混了几个贴发 我现在看一眼我贴发的主要关注力 你看看百度给哥们定义的这个爱逛的贴发都是什么吧 黑暗黑地牢吧 叙利亚战争吧 上古卷轴吧 太武汇卷吧 战成全面战争吧 潘德的预言吧 你觉得哥们跟你所你想听到的那种占什么关系 是不是 暗黑地牢吧 叙利亚战争吧 上古卷轴吧 太武汇卷吧 战成全面战争吧 潘德的预言吧 主不爱逛的 现在百度给哥们定义的就是这些吧 等级最高的是战谁全战吧 等级最高的是战谁全战吧 八级 我很少水 对吧 我只是看得到 冷吸骑手 那个时候贴吧 我就玩游戏 最早玩的一款游戏是玉碧那个 玉碧那个叫什么呢 这冰者鬼道 RUSE 现在这游戏我连个盗版都找不见 感觉已经被遗忘在历史长河里了 RUSE 那个时候爆了个破电脑 费了费了半天劲把那玩的战役打通了 对 预备放弃了这个IP 现在我连个盗版我都找不见 我现在我考完也结束 我说我想把这玩弄回来重新玩一玩重新玩一玩半天了半天了连个盗版也没找见 欧根出的 当时我感觉 我操这游戏好他妈牛逼 然后后面 后面就 后面就其实没然后了 然后再后面欧根出的那一堆游戏 我就没没怎么碰过 是不是 那个什么预先号令 还有啥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揭露了红龙的状 红龙的震撼 没有给没有冰尘轨道那个时候给我的那么大 就是刚开始玩冰尘 就刚开始打完打完魔兽 魔兽三战役的时候 然后去下了那个 我操这游戏好他妈牛逼 当时的感受就这种 还操感觉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要不 要不我们今天就结束吧 节度是烂米 你别烂米了 我也准备下了 对吧 已经没东西讲了 今天该讲的那个大伙已经在开场一个钟 一个钟头说完了 能说的 说累的 对吧 就一个结果 哎 溜了溜了溜了 最后看一眼私信 私信要没东西的话 我就溜了 私信还真没东西 哎 跑路啊 跑路